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台东县69% 台北市66.7% 以及新北市62% 不过跟2013年的调查相比 当时基隆的营救率 其实都低于台东和双倍 因为第一个呢 在西隆那边 在北台湾那个地方 它的先后呢 其实是相对比较不好的 下雨天很多 那所以那边的人 其实有患忧郁情绪的机会比较高的 你这种状况下 忧郁的情绪会去想要喝酒的比例 就会比较高 第二个部分呢 跟因为它呢非常的狭小 它超商的密度又非常的高 所以呢 要去取得酒停止很容易 工作也是有一定的 观念性的 在基隆那边呢 也有相当多的 是来临阶阶级的 特别是 他们很多码头 一些公司啊 在那边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可能会是他们 容易去饮酒的一个原因 不过这项调查中也发现 跟基隆市同为港口都市的澎湖 2013年及2017年的饮酒率 竟然都是全国最后一名 曾喝酒比例分别仅为 40.5% 即33.9% 因此一时解释 虽然澎湖和基隆都是港口城市 但因澎湖的渔港形态 大多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喝太多酒可能影响生计 和以上港为主的基隆渔港不同 所以才会出现差异 至于全国哪个县市 喝酒率上升最多 和下降最多 说出来你可能会吓一跳 全国喝酒率上升最多的县市就是 新竹市 从2013年的41.5% 上升到2017年的50.6% 上升了9.1个百分点 也许要考虑到 过去有一段时间呢 是不是跟那边的人口的变化有关系 例如说他们白领的人在那边 是不是都能够很稳定的在一些科技商业工作 以及呢 那边因为有非常多的人进住那里 所以呢 要派很多的房子 那南领的人会不会去那边工作 而下降最多的县市则是高雄市 从2013年的56.9% 下降到了2017年的47% 下降了9.9个百分点 这几年呢 是有一个方案呢 在建设应酬减害的方案 高雄跟台南 那一个区块 就有三家医療院所同样的一个 借酒的行业 所以我想可能跟宣导啊 或者是 他们的借制的一个可进性的拉高呢 可能有些观点性吧 如果以整体调查来观察 在受访17014人 有55.8%的人曾喝过酒 相较2013年的58.5% 已有下降趋势 对于这个调查结果 国建署表示 会提供给各县市做参考 希望在酒驾上能立即改善 如果想借酒的民众政府也有补助 酒饮借制者的医疗费用 也期盼全国饮酒率每年都能持续下降 买到了 买到一型市场 混乱走 入类银子 早上 赶路